朋友们,买好豆腐出发钓鱼喽 看过冷漠的眼神 爱过一生无缘的人 才知世间人情永远不必忘 水面上好多野鸭子 这里环境太漂亮了 就是这么大的一个闸口 看一下小白虾 今天买了25块的小白虾 还有一包海蜈蚣 朋友们 这根该是挂小白虾吊底 因为这里有黑雕 嘲嘲嘲嘲嘲 狂这猫最 Agric公道 8块,8块,10块 呃,大虾 小的也行 至少有口 这里的鲈鱼都很奇怪 有点深色的有没有 小的咱们直接把它放掉 过过手印就行了 好 游走了 只要找到鱼群 就非常好钓 在这里种牢 这么小的鲈鱼 盖子都脱飞了 这边鱼啊 跑了 整群了 不知道拍得清楚 又咬了 咬了 等了20分钟 才咬一口 再咬 不让你跑掉 也是小的 也是这么大的呢 这条比刚才大一点吧 那边没壳 到这边试一下 钓过来 哪里有壳放哪里钓 这边咬了 咬了 咬了 拖成这样还钓不上来 这什么鱼啊 小白虾咬成这样子呢 等我挡开剩两只 阿波都不知道哪里去 这条可以吗 这条大 小的 挂底了 这条可以 好 这条稍微大一点 又来了两位哦 今天口不好啊 再收一会儿 就回去了 没什么口 摇了 摇了 上头 小的 嗯 也是小的 我这条这档中收盖鱼 回去了 今天那么多人都没口 朋友们 盖子已经收了 下面三个钓友还在钓 他们也没钓到了 没口 今天没几口 只拿了两条 本来这条小的要放的 红烧豆腐去 每天的鱼情都不一样哦 前几次来了 鱼口非常好 今天鱼口一般 没有几口 朋友们 谢谢乖看哦 谢谢 谢谢